接著要來看香港的社企發展 香港社企是怎麼開始的呢 其實是因為2008年的金融海嘯 導致許多社會問題一一浮現 有一群人開始探索 社會企業是否能改善這些問題 連大學也開課 辦比賽 讓社企種子在香港發芽 開放的空間明亮的色調 乍看之下像是前衛的咖啡廳 但其實這裡是The Good Lab 好單位 好單位是由香港社會創投基金 等五個社會創新平台所發起 他們提供空間 讓不同行業背景的人 一起來這裡開創對社會有意義的事業 尤其是社會企業 現在在香港 社會企業大概有400多家 不過一半以上是由NGO和NPO团體所經營 香港政府從旁協助較少 反而帶動民間社會企業逐漸發展起來 地產 金融方面有很多霸權 一一浮現 這是從這個時候 社會企業開始興起 他們用另一種模式經營企業 賺錢的同時解決社會問題 像是環境或青少年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探索了一種模式 就是說跟傳統商人賺完錢之後 賺進了 然後再捐出了一部分不一樣的慈善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有一種建立的方式 能夠商人在做生意的過程當中 能夠利用他的商業 就直接發揮一個社會功能 改變商業模式 主張推動社會企業的人 認為現今的社會問題太多 企業家做生意的同時要學習回饋社會 但是做的人少 為官的人多 就像看煙火一樣 香港社會創投基金行政總裁為華星認為 可以利用為官的效應 吸引媒體或是企業注意 不過他不相信政府的力量 倒是認為民眾要共同擔負社會問題 社會企業要由民間來發展 最重要的改變可能來自於為官的人 越來越多人看到 有這麼一種方法來做社會善工 不是很土的 也不是一種慈善事 一年過後又要籌款另外再做 他們覺得這種方法 他們有一種觀念上的改變 為官者他們的價值在內心的改變 就造就到我們在社會上 越來越多變化者 就是我們期望帶出來一種是同理心 不是同情心 民間力量需要凝聚共識 但相較於南韓 靠著政府法令來推行社企 香港的學者們認為 用法規去規定社會企業的發展 會讓社企更加邊緣化 於是有大學開始從校園播種 藉由課程或比賽讓社企觀念萌芽 我們的比賽應該也把很多社會企業的精神 一個總結都放在每一個參賽者的身上 我覺得這樣對他們來講 不應該有很大的壓力去一定要啟動自己企業 但是要把社會企業的精神發展到自己的工作 大學通識課先灌輸社會企業的模型理念 不只讓學生有觀念 學校還主辦社會企業挑戰賽 同時鼓勵年輕人勇於創業 小種子在校園內開始發芽 年輕人開始認識什麼是社會企業 再藉由像好單位這樣的共同空間 聚集不同背景的人一同關注發想 也讓越來越多年輕人 開始以小成本來經營社企 好單位創辦人黃一騎認為 這是一波溫和的革命 我真的是覺得 這是一個比較溫和的一個改革 我是不希望香港有這樣的看法 你是賺錢的 他是做社會企業 他是做公益的 做善事的 這個二分化的時候就真的不理想 香港資本主義當道 但關心社會的人依舊肩負著使命感 香港社企目前只能算是小有成績 要如何讓更多人重視社會底層的需要 這場溫和的革命 卻慢慢互散開來 理論與我發市的人 解 PC 明年 為